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学家普德曼曾说 播种一个行为 你会收获一个习惯 播种一个习惯 你会收获一个个性 播种一个个性 你会收获一个命运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 好习惯可以帮助一个人成长成才 而换习惯则会轻易把人推向地狱的深渊 科学研究表明 只有从小开始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才能让他们受益终身 那么 家长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呢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变形记》节目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从小被父母宠着长大 以至于到现在连袜子都不会穿 脚趾夹都要妈妈给他剪 有网友愤怒评论 这样的孩子和残疾人有什么区别 别看现在有人帮着爱着 但等他将来成人走入社会 谁还会宠着他让着他 最终吃苦的还是他自己 从小不学着独立的孩子 即使年龄逐渐增长 内心也走向个巨婴 世事都要依赖他人 但社会是残酷的 没有人会无偿地帮你 更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看好你 所以 只要把自己变得有能力 有本事 才能拥有骄傲的资格 第二 拒绝拖拉磨蹭 别说孩子了 很多大人也有拖拉磨蹭的坏习惯 事情不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会处理 这并不是件好事 首先做事拖拉 会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久而久之 别人也就不愿意 把重要任务交给你了 其次 把事情拖到最后 因为时间不多了 人的紧张感会急剧上升 越紧张就越容易出错 最后导致越做越错的局面 所以 从小培养孩子雷厉风行 不拖拉磨蹭的好习惯 是很重要的 它能够让孩子在任何挑战面前 都保持从容不破的心态 然后把事情完成的既圆满又漂亮 第三 乐于阅读 善于阅读 读书到底有多好呢 相信我不多说 各位家长也能都明白 看看电视节目里 古文诗词信手念来的小神童 中外百科知识对答如流的偏偏少年 以及气质高雅 妙语连珠的主持人 董卿 哪一位不是从小浸泡在书籍的海洋里 源源不断汲取书本的营养 成长起来的 因此要想让孩子学附舞车 气质不凡 就一定要从小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 不必限定孩子非读名著不可 结合他们的兴趣来选择书籍 才最合理 毕竟有了兴趣 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阅读欲望 第四 勇于承担责任 之前单位留个实习生 A 做事情快 手脚麻利 我们都挺欣赏他的 但后来有一次项目出了问题 A第一时间把责任推到了B身上 经查时 这事跟B没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A不想承担责任的借口罢了 其实失误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A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公司也没打算惩罚他 但他一出事就推卸责任的做法 确实让人心寒 最终公司也没有同意他的转正申请 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 很难取得他人的信任 不管将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都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因此 家长务必要从小 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该由孩子来负责的事情 家长绝对不能越轨包庇 否则 只会纵容孩子任性妄为 无法无天 家长必读讲堂里 帅篮老师说过 想要有效提升孩子的情商 一定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责任感 只有具备较强的责任感 才能赢得更多的信任 第五 懂得自律 最近在生灵奇境上 大放异彩的韩雪 全方位释放了他的十八般舞异 配音演戏样样做的精彩 让人直呼 这才是值得我们崇拜的女神啊 她之所以这么优秀 离不开从小养成的生活法则 自律 真人秀 女人有话说中 韩雪的自律 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七点半起床 三分钟洗漱 五分钟上妆 一天只吃两顿饭 六点半以后不吃东西 睡前一小时充电时间 这些严格的作息时间 她都雷打不动地坚持进行着 如此严格自律 令一票观众大感惊奇 纷纷点赞 懂得自我约束的人 具有超强的自我控制力 能够有效抵御外来的不良诱惑 坚持把自己的事情 做到完美极致 因此 越自律的人 越容易收获成功 而放任自我的人 越容易收获不幸 第六 总结和自省 脏子曰 无日三险无深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幸乎 传不习乎 脏子每天多次反省自己 替别人做事 有没有尽心尽力 和朋友交往 有没有诚信 老师传说的知识 有没有按时温习 通过回顾和反省 能够清楚了解到自己目前的不足之处 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改善和提升 因此 家长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自行习惯 放学后和孩子聊一聊 今天的学校生活 说说自己有哪些做得好和不好的地方 做得不好 要及时改正 做得好 就再接再厉 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断进步 以上六个好习惯 你家孩子有几个 没有的话 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培养哦 感谢今天的聆听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 我是主播 盲小盲 如果喜欢我的声音 欢迎在微信搜索 盲小盲 盲果的盲 大小的小 就可以找到我 欢迎你关注我之后 和我聊聊天 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和我讲述 你的故事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见咯 他静悄悄地来过 他慢慢带走折磨 只是最后的承诺 还是没有带走了 寂寞 我们爱的没有错 只是美丽的独小 太折磨 他说无所谓 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 有寄托 等不到天黑 烟火不会太完美 回忆少成灰 还是等不到结尾 他曾说的无所谓 他曾说的无所谓 我怕一天一天被碎 等不到天黑 不敢凌云 不敢凋谢的花泪 日夜在跟随 放开刺痛的滋味 放开刺痛的滋味 今后不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等不到天黑 等不到天黑 烟火不会太完美 回忆少成灰 还是等不到结尾 他曾说的无所谓 他曾说的无所谓 我怕一天一天被碎 等不到天黑 不敢凋谢的花泪 日夜在跟随 放开刺痛的滋味 今后不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不怕甜蜜 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不怕甜蜜 我怕甜蜜 就不怕甜蜜 明天黑 我们不怕甜蜜 也就不怕甜蜜 有点点 有点点 被遇见